眼药水点完居然有近百人 视力变得更加模糊了 这是国内眼科处方用药 专门用来治疗角膜炎 结膜炎的麦迪森性美爽眼药水 经传含有散酮剂 食药署已经命令厂商停产下架回收 因为有一名眼科病人 使用这种眼药水来治疗角膜炎 结膜炎 结果是出现了胃光 视力模糊和晕眩等不良反应 食药署才发现原来是药厂 混到了三头计